欸太累 因為我這次想要去西班牙徒步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就是 怎麼說勒 就是因為我在網路上面看到非常多的APP 然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選哪一個 而且就是其他東西非常的困難 我也看不大懂 而且我聽說用Google Map的話 你很容易會走丟 而且會用掉你非常多的歐洲網路卡 那你有可以推薦我什麼嗎 然後第二點的話 因為我有稍微就在網路上面看一下 怎麼打包了一個東西 可是我 我真的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而且我就是非常的緊張 我很怕背太重啊 那到底要背什麼東西 然後要準備什麼東西 可以告訴我一下嗎 讓我來 告訴你吧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大位 然後今天是我的隔離的第二天 然後我今天在飯店裡面 我就稍微去做一下 就是思考一下 我想要就是幫大家就離奇一些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讓大家就推薦給大家一些 就是關於西班牙徒步的時候 該注意到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第一件事情 我想要推薦給大家的APP 就是說 它是Camiro Ninja Ninja 就是這個APP 它是非常非常的好 為什麼我會說它非常的好呢 因為其實我之前在做功課的時候 我就發現 有幾款的APP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用 然後我在西班牙做徒步的時候 我有看到幾個歐洲人 也是在用這幾個APP 我就覺得不大好用 然後我之後再推薦給他們 然後他們覺得這非常非常的淺顯易懂 而且它所有的東西資訊都非常非常完整 好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介紹再UP吧 第一件事情的話 它這個APP上面 它會告訴你就是說 它有很多種路線讓你選擇 有葡萄牙之路 北方之路 然後還有就是非常anyway 很多的路讓你去做選擇 這不打緊 那我們就不先說其他的路了 我們先從Camiro Friends 就是法國之路先來去做講解 因為我也是在做 我也是在走大國之路 所以好 那如果說我們APP先打開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就先選我們的路線 選好路線之後 然後它就會從你今天 它會告訴你說 你今天要從哪邊開始走 然後走到哪裡去 有看到嗎 然後我們就要選擇 如果從第一站開始走的話 我們就按 就是send out pod port sapp 然後下面的來講的話 看你想走去哪裡 然後它下面會告訴你有幾公里幾公里 然後這邊跟大家就稍微講一下 就是像是我每天在走的時候 我會看一下它下面有很多圖案 很多圖案有關於就是說 有車子的話 有一個購物車 那就是有超市 有叉子的地方 有刀叉的地方 它就是它是我的餐廳 然後我會比較就是選擇 有這兩個東西為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兩個對我來講 我覺得比較多的吸引力 因為一方面來講的話 我會選擇隔天的行動樑 然後餐廳的話 可能我今天不煮東西的話 那我可能就是選擇吃餐廳 所以這兩個是我最先考量的事情 然後在第二個考量的事情的時候 我會先看它的公里數 這邊先給大家一個小tip 如果是說你在台灣 完全沒有訓練過你的腳程的話 差不多你在走25公里的時候 你會花的時間是在7個半小時到8個小時 如果說你完全沒有訓練的話 maybe會更久 然後像是我是在我25個小時以內 我有辦法在6個小時以內 就走完25公里 因為我在台灣本身 就有在做爬山跟做運動的習慣 所以我的腳程是非常的快 因為我不想要碰到就是說 你在西班牙的中午是非常非常的熱 而且是你會受不了那種熱 所以在25公里以內的話 我會在6個小時裡面走完 所以我在5點半開始出發 然後我在中午以前我就會到達 那如果是說那你可能說 啊我腳程不快啊什麼之類的 有兩個方法讓你去做使用 第一的話 你要在出發之前的話 你先去做個訓練 你可能要先在交山啊 先去爬個山 像陽明山 北部就陽明山嘛 然後或者說你真的沒有什麼山可以走的話 那你就去公園裡面去走路啊 就去順便去測下你幾公里幾公里 有辦法走出多少這些公里 可以走幾個小時 這是一個小小的行前訓練 我覺得你們 你們必須要去做一些訓練 不然你去那邊走的話 再漂亮再美麗的風景 你沒有腳程沒有鐵力 那一切全部都是control 你就是完全走不動 而且就很可惜 有些地方你會覺得很累 然後你完全不想看 好這就是小tick 然後再告訴你們 就另外一個就是他在你幾公里幾公里 然後你會給你看一下他的餐廳 什麼購物車嘛對不對 就上面那個圖案我跟你說的 然後他右邊那邊有一個地方 他那邊可以告訴你 有一個就是你每天爬升的高度 然後跟高度 然後跟他的地勢啊地形啊是怎麼走的話 他旁邊都會告訴你 所以的話你可能就是先看完公里數 我今天可能要走18公里 你再按一下旁邊的那個高度 高度表 你就可以知道說我今天要怎麼樣走 要走高還是走低還是什麼之類的 你就可以大概有個想法 然後去做 然後去走 然後我是推薦給大家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說我一定要在那裡有超市 因為其實我隔天有會做個這個行動量 行動量就代表是說 你在行動的時候你在走路的當中 你肚子餓或什麼之類的你就拿來吃 像是我本身的話我是早餐會自己是吃水果 有蠻多歐洲人他們就是想說 我早餐就是一定要就是坐在咖啡廳啊 好好享受喝個咖啡啊 看一下風景啊 這不打緊因為每個人 對於走Camino的那個想法跟路程 是完全不大一樣 然後對我而言我是不想要在中午去走 因為那樣對我來講太痛苦 所以早上的時候我就會自己準備一個茶 然後再準備一個水果 然後在那個upgate 就庇護所裡面先吃完然後再走 在途中好好再吃 因為其實中午的時候我也吃不下任何的東西 任何東西我都吃不下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熱 因為西盤牙那時候我再走 最高溫有達到42度 超級熱的 所以我早餐跟中午我多半都是吃水果 水果跟優格為主 就是到一個超市的時候 我會去吃一下水果跟優格 我不大會去吃其他熱食的東西 到晚餐的時間我才會好好地犒賞自己去吃一下東西 好現在話說回來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第二點然後第三點的時候 然後我想跟大家推薦說 因為現在就它很多你點選之後 點選那個up 它不是告訴你幾公里幾公里嗎 然後幾公里之後你按下去之後 它那邊有很多就庇護所讓你去做選擇 它會從那個就是金額最少 然後到進的最多 然後它可以讓你去看一下到說你的這個路線 就是說它有一個圖 它有一個圖案告訴你 那你的庇護所會是在哪一條線上面 它很棒的一點是說它可以做離線使用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做 因為像是我們不是在國外說我們買歐洲卡 或是走什麼買什麼火達縫 這個我們等一下晚點再講 我們現在先講它可以做離線地圖 這是非常棒的一點 因為如果是用你用Google Map的時候 它有時候它的那個表 它的那個圖會有點跑掉 所以Google Map 我基本上我在這一路上我很少在使用它 我都是用使用就是 Camino Ninja它這個的那個離線地圖 它在就是在它在這個城市市區的話 也不會讓你有就是 走到路你知道嗎 有時候走走然後看Google Map 完全都跑掉那就是我在哪裡你知道哪裡 然後就是Ninja這個 它就可以看你的離線地圖 然後你可以去走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棒 它可以做離線 然後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的那個Upgate是在哪個地方 你的庇護所是在哪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去看 而且你去我不是跟你說 它有庇護所不是有從最低到最高嗎 然後像我找之前的那個 我找之前之前的那個資料的話 以前的那個公立庇護所多半是落在5歐 可是現在是在7歐到8歐左右 所以大家有個概念7歐到8歐左右 所以你那時候去看的話 然後你按下去 你也想要的那個Upgate之後 它下面會跑出來 它會跑出來就是說 它這間Upgate它有廚房 然後它有一些 有些什麼設施都在上面 會讓你去做去看 然後再加上它下面會跑出那個Upgate的圖案 就是說你不會說走一走走一走 然後說這個我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在哪邊 它下面有個圖案會告訴你說 它有個房子外觀圖案 房子的外觀圖案 你就知道看一下那個房子外觀圖案 你去比對一下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Upgate也是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個Up 是非常非常的親民 淺顯易懂 沒有什麼東西是比淺顯易懂 這種東西是來的非常非常的實用 因為我們在我們在外嘛 我們就不想還要再很繁雜 這按什麼有的沒的 你就只需要按下你的什麼路線 今天從哪邊走 然後走到哪邊 然後到哪邊的話 那個City 到那個City或是那個城鎮的時候 它有什麼樣的附加的內容 所謂附加內容是說它有沒有廚房啊 它有沒有超市啊 有沒有車站啊 然後有沒有Airport啊 什麼之類的 只是對我而言來講的話 我第一個選擇就是有沒有餐廳 有沒有那個超市 這兩個對我來講比較重要 其他對我來說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考慮之內 然後我們就是按完那個所有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看完那個它的Upgate 就是Upgate它上面 所提供的什麼廚房啊 然後可以使用啊 有的沒的 這下子的話 你可以去算一下你的公里數 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是走這一路當中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說 你每天走每一天走的里程數 大概是落在哪邊 然後你可以先從前面的前三天 去走去計算說自己到底可以走到哪裡 盡量不要碰到正中 我覺得你還在太陽底下走 太辛苦了 然後 然後再告訴你們另外一個就是小tip 另外小tip就是說 你把它那個所有的那個 你按下去你的Upgate 下去的時候 它下面有寫個reservation 就是說有沒有可以定位 好朋友們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公立庇護所基本上 不會有讓你有做reservation的事情 就是走先到先定 所以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走走路的話 那可能就是 因為我都是第一個先到 所以我多半都是第一個 可以到這個Upgate 所以我就是可以自己去選一個床位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那如果是說你在台灣想要先出發 我不知道自己腳程到哪裡的話 那你可能選擇的東西 就只能選擇私利的 私利的那個 Upgate 它的可能價錢是落在12歐到15歐不等 也許更高 也許更低 可是我看到多是12歐以上啊 然後你這時候的話 那你想說那我可能先預定的話 你可能就要嘛第一個 第一個選擇 你就先打電話 啊如果說打電話 啊我是有時候如果 因為西班牙人多半就是 英文就是沒有到非常的 普遍嗎 要這樣說嗎 反正就是說你我我之前前三天我都是用寫email的過去 他下面就是他下面會有一些就是可以有email 你可以就先寫email過去說我幾月幾號 然後要入住到那邊 可是你要大家大家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就是國民外交 如果說你要你已經booking的話 然後你要cancer掉 記得一定要就再寫email過去 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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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庇護所跟大家說你可能不需要 或什麼之類的 不要說你就是你已經預定了 然後你又不去 這樣真的非常的 非常不好啦 所以這就是我想跟大家講的就是 這些事情要注意的一些小細節 然後多半這個app的話 然後我就是參考的東西 我已經差不多講完了 第二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關於背包打包的東西 如果說大家還就是對於概念沒有什麼太大概念的話 先看我這一集 5公斤打包術 5公斤打包術 這就是我在這路上這30幾天 然後我所走的行李 差不多是落在就是5公斤以內 如果說再加我1公升的水 就是差不多是6公斤左右 就是如果說你要走的話 你先看一下你的行李 有沒有超過你百分 你的身體的百分之十分之一 像是我如果我70 我現在體重70公斤嘛 所以我就是我頂多只能背7公斤 如果說你是真的很能背的話 你背很多那也沒關係 只是說以你要每天長程這樣子走的話 要在你就是十分之一的這個重量 你會走會比較輕鬆 而且你會比較有更多的時間想去拍照 或者說你走這一當中的話 你不會感覺非常非常大的疲憊 對於腳的施壓能力化來講 你不會那麼的辛苦 然後我今天想要就是稍微補 因為我有怎麼打包我 就是我剛剛跟你說那一集 我大概有跟你們說 就是要會帶什麼東西 你們不知道就是看這一集 然後如果說你看完之後 我這邊所做的補充是說 因為每一天每一天 我多半都是五點開始走 所以你的頭燈一定要帶 你頭燈一定要帶 確保是說你五點開始走的時候 你不會就是天是暗暗的 會有點危險 再加上是說 你要去帶頭燈的話 你選擇輕量化的 你不要再選到那種非常就是太大的那個 那個頭燈 那個很麻煩 如果說你想要買比較輕量的話 如果說你沒有太大的想法 我建議大家先去迪卡農 迪卡農可以就是可以就是選擇你所有所有的東西 不管是你的背包啊 你的頭燈啊 登山帳啊什麼之類 Anyway你想你想要的東西 都在迪卡農上面 然後你可以用線上去買 或者說你可以就是在你的實體店面去買 Anyway你都可以去做使用 再加上說 就是背包的東西 我是買20公升 你這樣會想說 哇這個太累你20公斤 你可以塞什麼東西 對沒錯 我的包包就是20公升 我就是塞這些東西 況且我20公升的話 我塞這些東西 我還是有空間 我還是有空間 可以去裝一下我的行動樑 只是說這邊再補充一點說 我第一個不是說要戴頭跟嗎 第二個的話 你們我是建議你們要一定要戴一下這個拖鞋 因為我這一路當中 我所使用的鞋子 我只有帶PEN 就是兩漆鞋 就是說我 我沒有戴拖鞋什麼之類 可是我發現說其實拖鞋蠻重要的 因為你到阿伯格的話 都就是都要脫鞋子 然後你再才那個 才能進去他們的房間啊 所以我那時候我都是 就是有點刺腳在走那個地板 我覺得有點噁心 可是到最後面 我還是把那個CAN 我就是到了地點 我就去廁所洗一洗 我就再繼續穿一下我的CAN 然後在這個房間裡面走 只是說如果說要跟大家 就是補充個小tip的話 就是可以戴這裡 準備這兩個 就頭燈跟那個拖鞋 這兩個蠻重要 再第三個 第三個可以 我覺得你們可以戴的就是 小雨傘 非常shock 我現在叫你們戴小雨傘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有時候 西班牙它什麼時候會爆大雨傘 有時候會有點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因為小雨傘的話 你不要是說帶非常非常大 帶小小的就可以 有時候下稍微毛毛一點點的雨的話 你就不用穿到雨傘 因為穿雨傘在行走 是非常非常的熱 你會不舒服 所以那時候我是在那個Burgos 我那時候在下毛毛雨的時候 大家都在穿雨傘很狼狽 我這時候只要拿出一支雨傘 就 然後全部的人都在看我 我就拿了我的小黃傘 我就在那邊走 走在那個它的city裡面 是非常非常的chill 然後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自在 所以我覺得小雨傘可以 大家可以戴 然後再加上說 你們有些人想說 那那個睡袋什麼之類 睡袋我告訴你們 你們買夏季的 買薄的 買薄的 不要買到就是 反韓係數非常高 因為其實西班牙它是蠻熱的 可是為什麼一定 大家一定要隨身就是 戴一下那個輕的 就是輕的小小的那個 夏季的睡袋 因為它早晚溫差太大 我這次去六七月去走嘛 它到就是晚上十點多 還是有點熱 可是到十二點之後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莫名其妙 因為請問是Elsa要來 怎麼變那麼冷 所以那時候我就 準備一個薄薄的那個睡墊 不是睡袋 然後放旁邊 冷冷的時候我再鑽進去 然後對於大家會有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那種睡袋什麼之類 會不會有床蟲 各位好朋友 我告訴你們 現在所有的公立 所有的公立庇護所 或是所有庇護所 他們所用的床單 還有床罩 多半都是塑膠皮的 所以就是跟以往 就是資訊有點不大一樣 因為以前大家都用棉的嘛 所有床蟲在下面之類的 現在他們都會發給你類似像浴帽的那種 這個防塵的那個布 然後而且他們床墊 都是塑膠片的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說 會不會有什麼床蟲什麼之類的 有的沒的 我這樣走了三十幾天 我遇到有棉 只有棉子的那個布的話 的床 差不多是遇到兩個而已吧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才遇到兩個而已 可是所以我碰到有棉的話 我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把我的床壓拉起來 就看一下他的床底下有沒有床蟲 你們一點點一點點紅紅的 如果沒有的話我才非常放棄 然後去做實用 再來就是說 我不是說第三個 就是我們碎電嘛 第四個的話 我想告訴你們 就是一定要帶就是充電 就是那個 行動充 對行動充 因為行動充的話 其實有些公立庇護所 或私立庇護所 他的充電的地方 是在集合在某一個地方 某一個部分 所以那時候 你很怕你手機放在那邊 會被人家幹走 什麼之類的 你就插上去你的行動充 然後放在那邊 就放在那邊 所以你就可以去外面去逛一下City 什麼之類的 去走啊去看啊 所以我覺得這樣非常非常棒 所以這個也要帶 這是我所補充的東西 再加上是說 因為他西班牙 因為我覺得你要帶一個就是杯子 那個 不要帶保溫杯太重了 不要帶保溫杯太重了 我這邊 我那個影片上面有講 我所帶的就是一個塑膠的那個 過濾器 因為我就是 我也是很怕肚子會痛 所以我是買那個台灣 就是瑞士的那個 過濾器的那個 水袋 然後我就去用 而且西班牙他們多半 他們的水打開就可以喝 只是我用再加過濾器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水的話就是非常非常的 簡單啦 好處理啦 你不用說再帶保溫杯 那太麻煩了 這就是我所想跟大家講的 第二件事情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好 這就是我想跟大家說的這個事情 那喜歡的影片就幫我按讚訂閱 加分享 好吧 而且就是我那麼講那麼認真的話 你還不幫我訂閱 又不太過分啦 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什麼意思